空山无人夜色寒 鬼群乱笑西风酸 绿袍尽是以常见 习帽以影乌薛款 灯笼无光找邪水 怒猎鬼头燃鬼碎 大鬼跳梁小鬼嚎 满地屁蹄飞不起 如今城市鬼吹游 青天博日生啾啾 安得此宫起夫作 杀鬼千万无意乐 欢迎来到老郭讲故事 今天聊的是捉鬼秘籍大放送 有请老郭 各位好 这个夜深人静了 又到了咱们讲鬼故事的时候了 给您睡眠增加一记小安眠 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人明白吗 有人说我明白 明白你也别举手 音频节目举手看不见 除了鬼还有妖魔精怪 这东西多了去了 那么这些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分析分析 鬼本来是人死之后的样子 但是后来意思变了 是躲在暗处害人的东西 魔是后造出来的字 对这个凡语摩罗这个词的音译 用的鬼这个字来做偏旁 说明跟鬼是一样 也就是说鬼的2.0版本 比鬼还厉害 所以魔鬼可以组词 妖是奇怪的东西 有法术能害人 让人坐立不安 你到今天 谁谁谁能折腾人 还能说他作妖呢 妖怪可以组词 怪就是怪异的东西 吓唬人害人 妖精也可以组词 意思反差不多 精就是不该有魂的东西 有了魂了 可以动了 可以害人了 所以咱们老说 又什么什么玩意儿成精了 就这意思 妖魔鬼怪害人 那就得有大侠救人 所以您看中国这个古代史 其实就是一个降妖除魔史 你像孙悟空啊 钟葵啊 就这些个人啊 这些个劳魔 除了多少妖 打了多少鬼 您看古书 里边很多打鬼的高手 有一本书叫报仆子 里边有这么一句 少千之百鬼 抓一百个鬼 这个厉害 我得看看怎么抓这么些鬼呢 再往下看 没了 关于抓鬼 一个字没写 那翻书吧 终于翻着了 太平广记 里边有小故事 叫楚王英女 这个故事不是太平广记的原创 是一本叫做《猎异传》的书里摘抄的 《猎异传》的作者不是别人 是曹操的儿子曹屁 他是皇上吗 韦文帝曹屁 繁忙的工作之余 还写了一本至怪小说 可惜 这书失传了 看不全 得亏是太平广记 做了摘抄 少千抓鬼的过程 藏在这个楚王英女 这故事里 讲什么故事呢 小公主身患重疾 鲁少千 智斗蛇精 这个鲁少千是谁呢 这个《猎异传》也没介绍 我们接着查资料 找了另一本至怪小说 搜神迹 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 鲁少千英文 就是咱们这位鲁少千 全文就三十四个字 鲁少千者山羊人也 汉文帝 长 微服怀金过之 欲问其道 邵千 主金杖 直向崖山 出英门 字少 信息量大 你看啊 山羊 山羊是个地名 刘邦建立大汉之后 设置过河内军 河内军下属十六个县 其中 那就有这个山羊县 现在是河南省 交作是山羊区 这就明白了 鲁少千先生是河南人 老家在河南交作 这是一个信息 咱破解了 第二个信息是汉文帝 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 你想啊 汉文帝 汉景帝 景帝是个儿子 开创著名的盛世 文景之志 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汉文帝 继位之后 微服私访 亲自上门 去见一个普通人 汉文帝不光穿着普通的衣服 衣服里带着黄金 带学费来 可见汉文帝 坚信这个鲁先生 鲁老师 物超所知 就才带着钱 穿着便服 到门口敲门 鲁老师家里没有仆人 有没有 你还没写 按说这么厉害的人 应该是有仆人 但开门的是鲁老师本人 而且鲁老师是盛装 虽然没有写服装 咱分析是盛装 因为服饰嘛 服装跟饰品是搭配的 他那个饰品是金的拐杖 像牙扇子 您说拿这两岸东西能穿的差吗 是不是啊 你穿一身大窟窿小眼子乞丐服 拿个金的象牙子什么 您也觉得怎么看 也是宴品呢 不配套 所以鲁老师盛装亲自开门 那么普通人上门拜访 值得鲁老师这么做吗 是吧 哎 这是宾主两个人 隔空就开始拜托上了 来客是怕主人知道自己是皇帝 千方百计隐藏身份 主人正想反 不点破来客的身份 但是通过服饰告诉他 我知道你是谁 你不就皇上吗 小文章到此 家人而止 回味犹诈 咱们现在知道 鲁少迁不是一般人 不是神仙 也得是个圣 楚王英女这个故事 正好是鲁少迁展示能力的舞台 这是东汉末年 河南交作 河南老乡鲁少迁 在家里边休养 突然接到仙人符啊 就是神仙的威信 告诉他了 楚国国王刘英的女儿病 刘英是光武皇帝刘秀的儿子 不是乡村爱情里边 刘能的归人 两个事啊 这个得病的原因很简单 是妹 鬼妹的妹 说白就是闹鬼 楚王家里闹鬼 小女儿恶鬼沉身 请鲁少迁出诊 鲁少迁一想来活呢 出发吧 兵发安徽 楚国在今天安徽江苏一带 从河南过去还挺不容易 快到楚国地界 差这么几十里 天黑了 路漫漫夜茫茫 别走了 路营吧 就在路边住下来 天亮在赶路 后半院 来了一辆豪车 直奔鲁先生的帐 豪车的后面 跟着几千匹马 马上有武士 打远了一桥 好家伙 我就了不得了 来骑兵师 豪车走到帐篷跟前停了 车上下来一个人 对着帐篷很恭敬 说卢老师在吗 那我叫伯静 大晚上了 不好意思 打扰您 捧去了 吃个宵夜吧 卢少迁一想 这是个好事啊 吃吧 就出了帐篷 博静是真心请客 摆了几十张桌子 各种吃的菜 大伙吃 高高兴兴 吃到最后了 博静说实话 说跟您相逢 是咱们的缘分的 眼前有个事 麻烦您 您哪 多关照 卢少迁心说 我就知道呀 不能白吃白喝 什么事情 博静说 您知道吗 楚王刘英的小女儿生病 那是我闹的 这个 所以这个事 您哪 得多帮忙 你看到这儿 其实容易让人吓一跳 人家女孩生病 因为闹鬼 这位哥来说 是我闹的 那不就承认你是鬼了吗 我已经说 这个算是这么个事 我呢 反正好几千里定 也说您要来 要抓我 我知您仁义 所以呢 这个事 求您掉头回去 我这给您 比如说 二十万块钱 我这给您 拿点什么东西 这是贿赂 卢少迁也没拒绝 很痛快就接下来了 行了兄弟 你放心吧 我不去楚国了 明日我就回河南 回去吃惠面去了 第二天一早 真没往楚国走 原路往回走 走不远 拐弯 上了另一条路 兜个圈 绕道去楚国 到了 楚王的宫里边 给小公主 悬丝枕脉 卢大夫 正看病人的片子呢 有人这个 隔着窗户 马戒 书里原文是什么呢 说少迁 欺如爹 卢少迁 就是你啊 坑爹呢 你瞎见了吗 坑爹这词 打这故事来的 在伯径看来 你吃了我的 喝了我的 我还给你钱了 你还答应我不来 结果你又来 你这不坑爹吗 这说完之后 刮起一阵风 就感觉什么东西 随风往西北方向 跑过去了 大伙呢 来到窗户 跟着一瞧 好家伙 一大盆血 鲜红鲜红 回头再看公主 公主断气了 你说这怎么话说的 请高人来看病 病没好 家里来打血盆 患者还死了 你这叫什么事啊 抓鬼的跟装鬼的 串通一气 这个楚王家里边 上而下下 一片愁云 到了夜里边 公主苏醒了 还阳了 不仅没死 病也没了 彻底好了 楚王留英纳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得找鲁少迁问问吧 找来找去 最后 西北方的探子 回来报告 说在城外 西北方向 发现一条大蛇 好几仗场 死的路边 尸体旁边 小蛇 成百上千条 全死了 这是一窝蛇精 被剿灭了 下手的不是别人 正是鲁少迁呢 薄静在窗外骂的坑爹 骂完就跑 想不到 鲁少迁 技高一筹 就等着你 暴露老巢 领我过去呢 你都拜访我了 我不看你不合适 跟踪过去 发现薄静的老巢 一不做 二不休 全家来一团命 一家人就要 齐齐整整 这就叫 骂人一时爽 骂完火葬场 后来 皇宫里边 发出了招令 说丢东西了 大私农 那儿丢了二十万 大伙 这都听吧 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 大私农 就是九卿中的一个 专门管钱的 相当于就是财政部的负责人 他管的钱 丢了二十万 这个少府手下的一个官 就叫 太官 负责皇宫后勤 他丢了一些个桌椅板凳 这鲁少迁赶着车 车上装了二十万 从楚国把钱 送到洛阳的皇宫 跟皇帝陛下 汇报了一下 自个儿出差楚国 治病抓鬼的过程 皇人很惊讶 又说你是人才 受于大汉接触市民 这就是鲁少迁 剿灭蛇精的经过 蛇精说他坑爹 收钱不办事 但这个钱是透来的 是三款 你要不收 就打草惊蛇 收了 可以麻痹敌人 妖魔鬼怪 阴险狠毒 你跟他们斗 讲什么江湖道义 正所谓菩萨心肠 雷霆手段 少迁兄做得很好 那么抓鬼高手 鲁少迁的故事 就讲到这儿了 下回再聊 有没有 也要 我来说 你不听 我来说